會不會是給一些額外撥款給你們 給他們支付這個費用 但問題在於我們任何一個合情合理 底下裏面的人才撥這筆錢 剛才聽到政府部門都經常不斷說 無論地質、其他額外工程裏面 你們都覺得跟地鐵談過 然後覺得他們的解釋合理 所以接納他們的額外工程或者額外撥款 但是在文件上你都講過 你們講過其實是怎樣的呢 就是如果有任何預期的地質變化 設計的變更等等 其實是需要由作為僱主的地鐵公司承擔的 我究竟問你 當你很多時候都說跟地鐵談過 你覺得它合理 那你現在不用它承擔 那你當然是有理據的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告訴它 你每一次跟它談的理據 你覺得為何他們接受它呢 可不可以讓我們詳細知道詳細的內容呢 是 處長 多謝主席 文件所提到的就是 港鐵公司它和承建商 簽署的工程合約 那如果有一些工程的變更 因為種種的緣故 包括地質的問題 那就是港鐵公司作為合約的僱主 它是需要承擔責任 但是政府和港鐵公司簽訂的委託協議 亦都是政府需要承擔相關的工程的費用 而在那個當中其實政府也都是會監測著港鐵公司 那它這些工程的變更它要向政府來解釋 我們亦都會詳細來看它的理據 那議員問到詳細的理據到底是怎樣的呢 因為在工程裏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它不是單一個的事故 或者是單一個的理由 那如果是在當中其實每一樣 它當它提出有這些變更的時候 我們都審核過的 我們都建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